我們今天來講 你做骨骼線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的小事情 好不好 一開始我會注意到骨骼線這個東西 是在有一個沙發牌子叫做Minoti 很好做 但是一組沙發一百萬買不起 所以我後來就注意到它 原來它有出廚具 然後它的廚具也是買不起 它有一次廚具的廣告圖片裡面 就出現了這種骨骼線的東西 我說哇 原來一個櫃子加上幾個邊條 就感覺很有東洋風 這就是我要的 好那我們就把家裡的那個櫃子 改成這種骨骼線做法之後 我發現一個大問題 像這個地方它不是比較厚嗎 因為你加骨骼線之後它就變厚了 所以如果你用一般的鑰鏈的話 你這邊會打不開 那在我各種試錯之後 結論就在這裡 登登 你就是要裝這一種的鑰鏈 我們是在淘寶買的 好像一個也才沒有很貴 幾百塊錢而已吧 很多廠商會叫你要 把這個線截短啊 不要坐滿啊 還是要把這個木條弄薄一點 才不會打到 不要天在那邊唬爛 你就是要買這個鑰鏈 125度的鑰鏈 而且這個鑰鏈自帶緩衝效果 你看喔 你大力關門的時候 啊 真的喔 對啊 那自己會怎麼關起來啊 所以那個 該踩的雷我都踩了 該犯的錯誤也都幫你犯過了 你就是上淘寶去買這個鑰鏈 你在做骨骼線 會遇到的問題 你就一嫩而解了 以上 可以開始留言感謝我了 掰